秦凡呜呜的一声笑着说道 这不影响呀 那我晚上就不回去了 明天等你来县城 到时候办完事之后 咱也快回去 陈欢正了一下问道 那这样不影响你忙吧 其实他心里很高兴 毕竟能跟秦凡单独待在一起 秦凡正好这两天有点郁闷 正好可以散散心 于是白手笑着说道 不影响的 你明天来县城给我打电话吧 陈欢的一声笑着说道 那小凡 咱们明天早上见 旋即挂了电话 挂完电话之后 秦凡给陈鱼打了一个电话 说他晚上过去 毕竟让他晚上一个人开酒店去睡觉他 才不愿意 挂了电话之后 秦凡旋即去了陈鱼的公司 刚到公司门口 陈汤雄打电话过来 秦凡说了情况之后便挂了电话 这个时候陈鱼下班走出来笑着说道 小凡 这是你都算好的吧 你刚来我就下班了 秦凡点头笑着说道 是啊 真是凑巧 我还想着你 还得一会儿下班呢 陈鱼摇摇头说道 没有 这段时间不是很忙 所以我都是按时下班 旋即陈鱼抱着秦凡笑着说道 你咋今天突然来了 是不是想我了 是啊 有段时间都没见你了 秦凡笑着说道 旋即亲了陈鱼一口说道 我先带你去吃好吃的吧 好呀 陈鱼很高兴 旋即秦凡开车 带陈鱼去饭馆吃了晚饭之后 二人这才去了小区 将车在楼下停好 二人上楼进了房间 刚关上门 陈鱼就迫不及待地抱着秦凡 旋即两个人亲在一起 秦凡将陈鱼抱起放在床上 瞅着上次新买的床秦凡笑着问道 这次不会跟上次一样 正折腾的时候 床塌了吧 陈鱼脸一红笑着说道 你放心 你就是折腾得再猛 今晚床都不会塌 是吧 那咱们晚上好好试试呗 秦凡说着便准备翻身上马 这时候 陈鱼一把将秦凡推开笑着说道 小凡 去洗个澡呗 晕 秦凡一阵郁闷 瞅着陈鱼说道 咋又洗澡呀 肯定呀 洗个澡待会儿干起来更舒服 而且对两个人都好 说着 陈鱼坐起来拉着秦凡说道 要不然 咱们两个一块洗吧 其实大多数女孩子 一般都比较矜持 但是 只要有了第一次之后 后面就会开放很多 甚至有的时候比男生都要开放大胆 成 一起洗个鸳鸯浴 秦凡点点头 玄机他脱了衣服 瞅着陈鱼还在那脱衣服 秦凡笑着说道 你们女孩子脱衣服就是慢 陈鱼一听 看了一眼忧怨道 你要是女生的话 肯定也慢 我们不像你们男生 只穿着短袖啥的 我们还有内衣这些比较麻烦 啊 我来帮你吧 秦凡说着 走过去 替陈鱼宽衣解带 一切就绪后 玄机两个人进了卫生间 很快传来哗哗的水声 十几分钟后 秦凡走了出来 直接钻到被窝里 然后陈鱼裹着浴巾走了出来 吹干了头发走到床跟前 摘掉浴巾 也钻到了被窝 玄机两个人抱在了一起 不一会儿 便传来陈鱼的哼唧声 跟床嘎之声 第二天一早 秦凡带着陈鱼吃过早饭之后 便开车送陈鱼到了公司 等陈鱼走了之后 秦凡这才开车往县城的车站开去 等了有十几分钟后 陈欢下车走到秦凡跟前笑着说道 小凡 让你等久了吧 秦凡摇头笑着说道 我也是刚到 玄机他瞅着陈鱼脸有些红 玄机笑着说道 走吧 你去拿我开车送你去 陈欢的点点头 上了车之后 秦凡便按照陈欢说的地址 到了县教育局 陈欢下车之后笑着说道 小凡你也下车 咱们一块进去 秦凡呕的一声 将车停好 跟着陈欢进去 其实他本来不想进去 之前村里的小学封顶的时候 县教育局有些人还去参加了 不过这个点人不是很多 秦凡也没碰到熟人 办好事情已经快十一点了 秦凡笑着说道 陈欢 下来还有啥事 陈欢摇头说道 现在也没啥事了 咱们可以好好逛逛了 成 秦凡点头说道 你好几年没回来 估计对县城都不太熟悉吧 我带你现在县城转一转 陈欢点点头笑着说道 你看着办 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去哪都成 啊 秦凡一听顿时瞅了陈欢一眼 心想这姑娘该不会是喜欢她吧 虽然她之前想占一会儿便宜 但是她并没想着 要跟陈欢发生点啥 而现在陈欢这话一听 倒是让她有些浮想联翩 她要是现在把她带去酒店 估计这姑娘也会去吧 不过她也没打算这么做 玄机秦凡笑了笑说道 好吧 那咱就先去县城走走 县城不大 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走完了 秦凡便带着陈欢 去了县中心商煞那儿去吃饭 吃完饭之后 秦凡笑着说道 咱们现在去哪儿呀 说完 秦凡摆摆手笑道 算了 还是不问你了 我带你 去拿你跟我走就成了 陈欢点点头说道 是啊 你去拿我就跟啊 秦凡开玩笑道 那我把你卖到山上 给山里那些人当老婆 你也愿意呀 陈欢瞅了一眼 秦凡笑着说道 只要你舍得让我去 我就去呀 晕 秦凡一阵无语 瞅着陈欢说道 你还真愿意呀 当时他有冲动 想要亲陈欢一口 但还是忍了 旋即秦凡站起身 拉着陈欢的手说道 走吧 我带你去逛 接着 二人去了位于市中心的商煞里面 这里算是整个县城最繁华的地带了 虽然现在是午后 但是人还是很多 从商煞里面走出来 已经一个多小时后了 这时候 秦凡笑着说道 逛累了吧 陈欢点头笑着说道 是啊 很久都没有这么逛过 现在还真是腿有些疼 秦凡咧嘴一笑说道 走吧 我带你去喝点东西 正好这家有个饮品店挺好的 他想着等歇息完 再去药材市场碰碰运气看 有没有好的野山餐 陈欢一听笑着说道 小凡没看出来 你对这里这么熟悉啊 啊 秦凡一阵郁闷 笑着说道 也不算熟悉 这都是别人带我来的 说着 秦凡便拉着陈欢的手 两个人出了商煞 这时候 陈欢跟一个乖顺的小绵羊一样 有些脸红 也有些激动 快到饮品店 这时候 一个学生模样的男生 拿着传单笑道 帅哥 给美女做一个头发吧 我们店做头发 有打折优惠 其实这种店 大多数都是黑店 一般见独行的女生 或者两个女生 忽悠进去做头发 然后等做完之后 便开始狠宰一下 要是不给的话 他们店里面专门有那种狠人 女生胆子小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 只能吃亏掏钱走人 一般报警都没啥用 而他之所以 忽悠秦凡跟陈欢 进去理发店做头发 其实是看秦凡 长得身子单薄 他一拳都能闷倒 更别说他们店里的那个汉子 到时候就是狠宰一顿 这家伙肯定不敢不给 陈欢还没说话 秦凡瞅了一眼 玄机白手 说道不用 那男生一瞅秦凡 玄机对着陈欢诉苦道 美女帮帮忙呗 我们每天都有任务 没完成任务 我们会扣钱 所以我们真的很不容易 帮帮忙你进去 直做头发 也不影响啥 而且打扮起来更漂亮 你男朋友也更喜欢你呀 虽然秦凡不是他的男朋友 但是对方这么一说 秦凡也没反驳 他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玄机 陈欢看着秦凡笑着说道 小凡 刚好前几天 我又想做头发的打算 不如现在进去顺便做了 正好可以休息休息 秦凡一听笑道 行呀 不过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店 他那做头发一直不错 陈欢一正 扭头看了一眼那男生手里的传单 这才压低声音说道 小凡 其实我是看着那个男生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 发传单也挺不容易的 要不咱们就在这里剪吧 晕 秦凡一阵无语 玄机点点头说道 成吧 那你剪完头发 咱们再去喝东西吧 虽然他感觉这种拉人模式的店 一般都不靠谱 但是他现在也不好说 好 陈欢一高兴便挽着秦凡的胳膊 玄机在那发传单的小伙子 热情指引下到了理发店 进了店里之后 秦凡瞅了一眼店内 看样子装饰倒还是个理发店 只是让秦凡有些奇怪的是 一般这种店肯定是放财审的 但是这家店却拜的是关公 这时候 陈欢看着秦凡笑着说道 小凡你先做会吧 秦凡点点头是行 这才坐到旁边 看着店里的人给洗头发 然后开始做头发 秦凡便坐在旁边看网络 这两天太忙他 都没来得及看更新 秦凡一口气看完看得很爽 随手按了打赏功能 看完之后 秦凡看了一会儿新闻 很快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这时候陈欢也做好了头发 洗好之后 陈欢在镜子里照了几下 这才对着秦凡问道 小凡好看不 秦凡一抬头 瞅着陈欢的清爽的头发 心想只要姑娘长得好看 其实做啥头发都好看 更何况就是不好看他也得说好看呀 于是秦凡笑着说道 好看 陈欢一听更加高兴 这时候秦凡站起身 走到柜台准备结账 陈欢顿时一把拉住说道 小凡 这钱你不能掏 是我做的头发我来掏 晕 秦凡瞅了一眼说道 分得这么清楚干啥 再说钱也不多 说着秦凡抬头看着柜台问道 多少钱 柜台是一个男生 但长得跟鸟们似的兰花指一捏 笑着说道 一共是一千六 啥 秦凡眉头一皱问道 你说一千六 他知道这家店肯定有猫腻 但是没想到 敢这么狮子大张口 这时候陈欢也是脸色一变 问道 我就将头发剪短了好吧 一百六我都觉得贵 你们还要一千六 凭什么要那么多 柜台一听笑着说道 是啊 虽然是剪头发 但是我们给你用的东西都是顶级的 一共是一千六 秦凡点点头 转头瞅了一眼店内 这时候 只见店里其他几个人都站在旁边 秦凡冷笑说道 说一千六之前 你给我考虑清楚之后再说是多少 柜台听秦凡这家伙态度不好 顿时娘们也变得稍微硬气起来 兰花指捏着一个镜子照了一下说道 一千六一分不少 秦凡眼神一冷 笑着说道 那我要是不给呢 不给呀 柜台男子将镜子放下笑着说道 很好办呀 说着打了一个响指 这时候从里面走进来一个身材高大健壮的男子 这男子挂着大金项链 一脸胸很像 一般要是客人不掏钱 这家伙就出场 很多人肯定不敢惹这家伙 所以往往都会掏钱 大金链男子走过来 瞪着秦帆说道 小子 你要不给的话 我会让你走不出这个店信不信 秦凡一听冷笑道 我不信 信不信我会报警 报警 大金链男子冷笑一声说道 你交了钱之后随便打吧 我看派出所的谁会过来 说着男子脸上一狠说道 娘的别废话 要么掏钱走人 要么我揍你半死把你扔出去 让你女朋友陪 我们玩玩 秦凡脸色一沉 这时候陈欢走到秦凡跟前 脸色惨白低声说道 小凡 要不然我把这钱掏了吧 这些人看起来太凶恶了 咱们 就当吃一次亏吧 秦凡瞅了一眼 陈欢摇头说道 不行 别说一千六 现在就是一毛六 我都不会掏 我倒要看看 这家店凭什么这么黑 大金链男子 瞪着秦凡冷喝道 小子 老子就让你待会知道 不但被我揍了一顿 而且最后还要乖乖掏钱 成 那你就试试吧 秦凡说着 便将陈欢搂向身后 旋即走到大金链子跟前 他是怕待会动手 对方伤了陈欢 这时候店里其他几个人 顿时站在旁边 等待着秦凡被揍趴下 大金链子瞪着秦凡 旋即一拳 向秦凡咋来 秦凡眼神一冷 双脚腾挪侧身一躲的时候 抬手趴的 直接给了这家伙一巴掌 同时秦凡抬腿一脚 将大金链踹了机密远 大金链看他稳住身子 眸子里闪出惊讶之色 他万万没想到 这家伙伸手这么快 但现在更多的是愤怒 顿时大金链怒艳滔天 一拳冲了出去 这时候秦凡不禁反退 同样一个急奔握拳冲了过去 两拳撞击在一起 这时候只听咔嚓一声 大金链杀猪似的惨嚎一声 秦凡瞅了一眼 他心想 这家伙也不知道讹诈过多少人 顿时他抬脚直接踢在了大金链的脸上 直接将对方踢婚死了过去 这时候秦凡才看向其他几个店员 秦凡勾勾手指说道 来吧 一起上吧 几个人一瞅这家伙这么狂妄 顿时互看一眼 旋即向秦凡扑来 一阵霹里啪啦之后 几个人趴在地上 秦凡这才拍拍手 走到柜台男子跟前 这时候柜台男子一瞅秦凡看着他 顿时苦笑道 大哥 我们错了 秦凡一听 抬手啪的一巴掌 扇在对方脸上说道 说说你他娘错在哪里了 柜台男子摸着脸说道 我 我们有眼无珠 不该收您的钱 秦凡啪的又给了一巴掌说道 那是不是你们就该忽悠别人进来 收别人的钱 柜台男子现在哭死的心都有 他现在肯定不敢顶嘴啊 顿时急忙摆手说道 不敢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秦凡瞅了一眼说道 那我现在给你掏一千六吧 柜台男子急忙摇头说道 大哥千万别 这次我们是免费给您做的 秦凡一听 这才拉着陈欢的手说道 我们走吧 旋即走出门外 这时候秦凡瞅着发传单那家伙 在忽悠另外两个女学生 顿时秦凡带着陈欢 走到那家伙跟前 一脚直接将那家伙踹翻 传单男子从地上爬起 全然没有之前的低声下气 瞪着秦凡骂道 小子你他娘找死 旋即一拳砸过去 刚才他只顾着发传单忽悠人了 所以没有见到秦凡奏店内的伙伴 他以为秦凡是被宰了之后才找他出气 所以他不怕秦凡 秦凡眼神一冷 出手拨开对方的拳头 直接一巴掌扇在脸上 他这一巴掌扇的七大历程 传单男子趴在地上 秦凡走过去又左右扇了几巴掌 直到对方连连讨饶 秦凡这才停下说道 娘的 要是让老子 再见到你在这里忽悠别人 老子下次打断你的腿 大哥 我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传单男子捂着脸 生怕这家伙在揍他脸 秦凡又踢了一脚 这才对着陈欢说道 走吧 走了几步之后 陈欢这才对着秦凡说道 小凡真是对不起 我要是知道这样的话 打死我都不去 秦凡看了一眼笑着说道 没事 这不怨你 再说这次不教训这些家伙 下次他们肯定会忽悠别人 陈欢嗷的一声点点头说道 小凡 其实我有些不明白 你为啥现在变得这么厉害啊 不但身手好 而且现在事业做得那么大 秦凡一听笑着说道 你是不是想说 我这个年纪有这些太夸张了是吧 是啊 陈欢点点头接着道 按道理来说 咱们这个年纪 都在学校学习贪玩的时候 而你不但比别人快 而且要快许多步呀 秦凡摇头说道 没办法 这都是穷给逼出来的 穷怕了 人一旦被穷困给逼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要么生要么死 所以我那会儿没有沉沦下去 陈欢嗷的一声点点头说道 你的事情 我听我爷爷说过 当时你们家算是村里最穷的一户人家了吧 但是现在 估计你都成了全镇第一有钱人呀 秦凡看了一眼摇头说道 其实对于我来说 赚钱固然重要 但是对我来说 更重要的是 我想着让咱们村的人富起来 毕竟那里穷了十几代人了 不能就这么穷下去吧 当然他现在也这么做 外乡村现在修了路 建了学校 而现在很多人都在开始着手建造大棚 陈欢一听 更是对秦凡心生爱慕 心想 要是秦凡真能成为他男朋友的话 多好呀 这时候很快到了那个饮品店 秦凡进去之后 点了两杯喝的 又点了一份甜点 随后他走出店外 先给派出所打了一个电话 结果派出所的人一听 是那家理发店 顿时表示说道 这家店不归他们管 秦凡顿时一阵无语 心想 这是你们的管辖范围 娘的不归 你们管那归归管呀 他知道对方是推卸责任 挂了电话之后 秦凡又给公安局长周炳仁 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刚拨通 周炳仁接了电话笑着说道 兄弟呀 今天咋想起给哥哥打电话了呀 还以为你忘了哥哥我呀 啊 秦凡一听很郁闷 笑着说道 周哥 咋可能呀 我肯定不能忘了你呀 我还打算过两天 请你跟张哥一起吃饭呢 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呀 周炳仁一听 急忙点头笑着说道 只要是你的 我就是在忙 都会抽时间过来的 旋即周炳仁这才问道 兄弟 那你今天打电话是有啥事 秦凡这才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给说了一下 周炳仁一听很生气 周炳仁这才说道 兄弟 你放心 我这就带人过来看看这家店 以后肯定不能让其他人被宰了 秦凡一听笑着说道 那就麻烦周哥了 周炳仁顿时生气说道 臭小子还跟哥哥我客气 其实我应该感谢你 要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有这种敲诈勒索的事情 都是我做的失职呀 挂了电话之后 秦凡走进饮品店 陈欢笑着问道 跟谁打电话这么久呀 不会是女朋友吧 其实他这么问 是想试探秦凡有没有女朋友 秦凡摇头笑着说道 哪有啥女朋友呀 我是刚打电话报警了 陈欢一听瞅着秦凡问道 那些家伙肯定跟派出所串通一气 咱报警肯定没用 秦凡白白手笑着装逼道 没事 以前别人打没用 不过这次我打肯定有用 陈欢嗷嗷的一声 心想这家伙是不是在吹牛逼呀 不过从这家伙的身手来看 不像是忽悠人的 顿时便将正喝的饮品 递到秦凡跟前笑着说道 小凡 你尝一下我这个 真的很好喝 秦凡的一声 旋即端起尝了一口笑着说道 我说的不错吧 这家店做东西还可以 旋即 秦凡将饮品递回到陈欢跟前 秦凡笑道 咱们这两个算是间接接吻了呀 陈欢脸一红 瞅了秦凡一眼 又看看那根吸管 没有说话 紧接着对着吸管喝起来 其实他心里有些高兴 旋即两个人边吃东西边聊 十几分钟后 这时候理发店的人 带着老板张逵走进饮品店 后边还跟着七八个气势汹汹的手下 张逵是县城的大混子 三十多岁 剃着一个光头 头顶着留一搓毛 这家理发店也是他开的 之所以这么大胆 就是因为跟管辖这一片的派出所的 所长孙科是好兄弟 而且孙科也出钱有这里的股份 他自然要保护 被揍的柜台伟娘 走到秦凡跟前 对着张逵说道 大哥 就是这家伙 刚才捣蛋打伤了我们的兄弟 张逵脸色一沉 瞪着秦凡说道 小子 你找死呀 跟动我张逵的人 秦凡没想到 这几个家伙竟然找到了这儿 不过既然来了他也不怕 于是瞅了一眼说道 你们要是不忽悠人进去宰客 我才懒得揍你们 娘的 还敢跟老子这装逼 张逵脸上一狠 顿时转头对着手下说道 给老子弄死这家伙 当时七八个手下扑上来 这时候秦凡白手说道 要完我可以陪你们 咱们去外面吧 别影响人家做生意 行 去外面就外面 老子让你死得很难看 张逵大手一挥 几个人出了饮品店 秦凡让陈欢留在店内 然后自己走了出去 瞅着对面站的七八个汉子 秦凡勾勾手指说道 都一起上吧 老子没时间陪你们在这玩 几个人一瞅这家伙在这里装逼 顿时扑了上去 秦凡后腿一蹬也冲了出去 一脚直接踹翻最前面的一个家伙 紧接着秦凡又一拳 砸向另外一个家伙 一阵霹里啪啦之后 几个人倒在地上 秦凡瞅着这些家伙一眼 这才走到张逵跟前 抬手趴地直接打了张逵一巴掌 张逵摸着脸 瞪着秦凡怒道 你他娘敢打我 他没有想到这家伙 竟然怎么厉害 秦凡抬手趴地 又给了一巴掌 冷冷道 老子打你咋样 张逵咬咬牙 但是不敢上手 他知道自己 肯定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要是待会将这家伙惹恼了 肯定诱得揍自己 顿时张逵说道 小子 有本事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会让你为今天付出代价 秦凡一听顿时 抬脚踹翻了张逵 秦凡就这个时候才说 我也不怕你叫人 记住老子叫秦凡 张逵一听叫秦凡 顿时脸色一变 他瞅着秦凡说道 你就是秦凡 他在县城之前听过很过次 这家伙的名字 听说这家伙 曾经跟二十多人干 都没有被干趴下 而且他还跟县领导 都称兄道弟 这个家伙 他肯定惹不起 秦凡笑着说道 是呀 老子叫秦凡 你认识我呀 张逵从地上 爬起来顿时没了脾气 陪笑道 我虽然没有见过你 但是知道你很厉害 现在看来真的很厉害 接着张逵急忙认错说道 我们这件事也做错了 下次不敢了 秦凡一听这家伙这么说 心想原来自己的名气 还是挺大的嘛 于是便白手说道 成我要是再看到你坑人 那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滚蛋 好好 张逵急忙带着手下正要走 这时候派出所所长孙科打电话 过来问道 兄弟 你在哪里呀 我带人过来了 来到时候 张逵还专门给派出所的所长孙科打了电话 让他带人过来 要是刚才他肯定希望派出所 将这家伙抓走往死弄 但是现在张逵 肯定不希望孙科过来呀 顿时张逵急忙摇头说道 你不用过来了 我现在马上回去 孙科一听眉头一皱说道 你不是说有人闹事吗 我都已经到这里了 旋即孙科一顿说道 我看到你了 我马上过来 说着孙科挂了电话 带人走到张逵跟前 瞅了瞅一个个 鼻青脸肿的 孙科心里顿时明白发生啥事 眉头一皱 走到秦凡跟前说道 公共场合 聚众闹事 来人 把他给我靠起来 一般他们只要想 整一个人随便找个借口 就完全可以弄对方 当即身后 两个警察上前正要靠秦返 张逵急忙走上来 对着孙科压低声音说道 兄弟呀 这个家伙叫秦返 不能靠呀 咱们惹不起的 孙科一听 肯定不同意呀 砸了那个店里面 可是有自己的钱 顿时孙科瞪着张逵说道 娘的 我一个所长 还怕一个小子不成 你他娘胆子是越来越小了 我都后悔跟你合开那家店了 说着孙科转头说道 还愣着干啥 给我靠起来 带回派出所 秦凡也没反抗 他知道 这两个人狼狈为奸 顿时秦凡冷笑道 你们抓错人了吧 他们这么多人 揍我一个 我才是弱势群体 你不抓他们 抓我这有些不低吧 孙科走到秦凡 跟前冷笑道 小子你很牛逼呀 敢讨价还价 不过你在牛逼 能牛逼过我 老子待会儿 到了派出所 好好请你喝喝茶 秦凡笑着说道 茶就不必喝了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现在 赶紧放开我 要不然你会没好果子吃的 孙科一听顿时大怒 骂道 你他娘敢威胁老子 找死 说着孙科一巴 掌扇了过去 秦凡眼神一冷侧头 躲了过去 孙科一瞅这家伙敢躲 心里更加生气 娘的 你还敢躲 顿时孙科一巴掌在山来 秦凡这时候一抬腿 直接将孙科踹翻 瞅着倒地的所长 秦凡说道 你他娘打我 我肯定躲呀 其他几个手下 建所长竟然被这小子一脚踹翻 顿时扑到秦凡跟前 正要揍他 这时候周炳仁 带人赶过来喝道 助手 张奎一瞅公安局长来了 心想完蛋了 秦凡这家伙果然牛逼 几个警察 见到竟然是公安局局长过来 顿时不敢动手了 孙科急忙从地上爬起走到周炳仁跟前告状道 局长你来了正好 这家伙刚才袭警 周炳仁一听厌恶的瞪了一眼孙轩 抬手趴的 直接给了一巴掌骂道 要你当所长 都他娘丢人 旋即周炳仁走到秦凡跟前笑着说道 兄弟 你没事吧 刚才孙科还不明白为啥周炳仁揍他 现在他才明白原来这家伙 秦凡摇头笑着说道 周哥我没事的 周炳仁一听点点头 瞪着旁边几个警察骂道 都他娘还站着干什么 手铐打开 这时候孙科一听顿时上前 亲自替秦凡解开手铐 秦凡瞪了一眼也没计较 他知道周炳仁会处理的 旋即秦凡这才说道 周哥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周炳仁本来想请秦凡吃饭的 但是现在有些不妥 这才点头说道 那行 到时候电话联系 秦凡点点头N的一声 这才带着陈欢离开了 瞅着秦凡带着陈欢 周炳仁心想 这小子看来艳妇真不浅呀 旋即他亲自处理这件事 走远之后 陈欢这才问道 小凡 你啥时候认识县公安局长的 而且我看他对你是兄弟相称呀 秦凡瞅了一眼说道 之前为他治过病 所以慢慢联系 关系现在还不错 陈欢心想 这家伙还真是谦虚 旋即笑着说道 哪还是真的不错呀 我看他在你跟前 是一点关架都没有 啊 秦凡瞅了一眼说道 我又没犯啥事 也不至于那样吧 秦凡说着 伸出手拉着陈欢的手 陈欢脸一红心里很紧张 这才抬头瞅着 秦凡问道 小凡 咱们现在去哪呀 秦凡看了看表 见时间还早 这才说道 我带你去药材市场转转吧 他其实还有些不死心 想着能碰到好的野山餐 陈欢点头说道 行呀 我都说过了 你走哪我就跟到哪 秦凡笑了笑 这才到了商厦门口取了车 到了药材市场 秦凡到了许刀的店铺门前 见这家伙今天关门了 秦凡心想 难道是昨天揍这家伙 揍得太狠了 不敢开门了吧 当即他心里笑了笑 继续带着陈欢在里面转悠 但走了好几圈之后 并没有好的野山餐 看时间都有些晚了 秦凡便带着陈欢出了药材市场 在饭馆里吃过晚饭之后 秦凡笑着说道 那我们现在回村里吧 其实陈欢欢想继续跟秦凡多待一会儿 但是一看天色快黑了 他也不好意思说 旋即这才点头说道 好呀 那我们就回去吧 秦凡开车刚要出县城 这时候 昨天卖人参的农妇打电话过来 秦凡并没有寄人家的电话号码 丑灵眼见是陌生号码 顿了一下 这才接了电话说 你好 农妇一听顿时笑着说道 是秦凡吧 秦凡点点头说道 是我 旋即好奇问道 请问你是 当对方说了之后 秦凡当即嗷的一声笑着说道 大娘 你好 真没有想到你给我打电话呀 请问你是有啥事呀 其实他以为 昨天人家要他的电话号码 只是出于一个过程 就跟两个平时不联系偶遇的朋友说 下次请你吃饭吧 其实那也是敷衍 因为压根就没下次 农妇点点头笑着说道 我给你打电话 还真有事 旋即农妇 便将事情说了 秦凡 将车停在路边 等说完之后 他顿时激动 这才知道 原来昨天他出手帮助这位农妇 要回人参之后 他出钱买了那个人参 在医院的途中 农妇知道 秦凡是要买野山餐 其实 他家里正好有一株上好的野山餐 是他家老头从长白山里 费尽千辛万苦采到的 之所以当时没跟秦凡说 是因为他要回家跟老头子商量一下 结果今天回家跟老头子说了昨天的事情 老头子一听便同意卖给秦凡 所以 他才急忙给秦凡打电话 秦凡听后 感觉跟做梦似的 有些激动地说道 大娘 你那里真的有上好的野山餐 他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真正上好的野山餐 真的太难找了 农妇点头笑着说道 是啊 没问题 大娘肯定不会忽悠你的 玄机农妇接着问道 小伙子 你啥时候要 要不我明天去县城 给你送过去吧 秦凡一听 急忙摆手笑道 大娘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开车去你那里拿吧 接着秦凡问了一下地址 只是一听 这地方距离县城相当远 要是现在去的话 回县城肯定晚了 于是秦凡笑着说道 大娘这样 我明天一大早 开车去你们那儿拿吧 农妇点头笑着说道 可以呀 那我明天在家里等你吧 成 秦凡点点头 这才挂了电话 他没有问价钱 毕竟还没有见到东西 这时候陈欢笑着问道 小凡啥事呀 看你这么高兴呀 秦凡瞅了一眼笑着说道 一见高兴事 我这两天找的野山餐 终于找到了 说着秦凡叹口气说道 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真他娘不容易呀 其实接电话之前他都几乎绝望了 没有野山餐修为无法提升 那土壤符就无法画出 而他又不能强行运行灵气画符 很容易暴毙而亡 陈欢瞅着秦凡很高兴 他心里也很高兴 这时候秦凡到车回县城笑着说道 咱们今晚不回去了 就住县城吧 他明天肯定从县城去农夫家里 会更近一点 陈欢一听顿时心头一跳 心想晚上住县城 那两个人是不是要住一起 很快到了县城 秦凡直接到了一个酒店门口 将车停好 这才笑着说道 今晚咱们就住酒店吧 这座酒店在县城算的是好的那种 陈欢嗷嗷的一声 看着秦凡一眼啥话都没说 只是跟在秦凡后面走到大厅柜台 秦凡本来想开两间的 后来陈欢说开两间浪费 开一间就行 玄机秦凡开了一个标准间 秦凡肯定没推辞呀 要是晚上让他一个人睡酒店 肯定没意思 再说 即便晚上不折腾陈欢 陈欢陈欢陪着他也挺好的 于是办了房卡 带着陈欢上了楼 将房卡放在桌上 秦凡笑着说道 陈欢 你去洗个澡早点休息 今天走了一天 估计都累了吧 陈欢脸一红笑着摇摇头说道 我其实今天也没走多少不累 倒是你今天开了一天的车 而且下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小凡你先洗澡吧 啊 秦凡摆摆手 打开电视笑着说道 其实我也没啥 开车习惯了也没事 我看会电视 你先去洗澡吧 其实他知道 陈欢有些紧张 陈欢嗷嗷的一声笑着说道 那我就先洗了 说着便走进卫生间 两分钟后 秦凡听着了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 顿时看向卫生间 只见门关着有水器 当时他忍不住用透视看了一眼 顿时只见陈欢那身子很好看 秦凡吞吞口水 心想这陈欢身材发育得真好呀 哪都有行呀 顿时秦凡急忙收回透视 他担心再看下去 晚上忍不住折腾了人家姑娘 半个小时后 陈欢裹着浴巾走出来笑着说道 小凡 你去洗吧 秦凡的一声瞅着陈欢 心想这姑娘本来就漂亮 这出来披着湿漉漉的头发 更显得惊魄动人呀 旋即 秦凡起身去了卫生间 毕竟第一次跟人家住一个房间 秦凡肯定要装一下自己爱干净 这次在里面洗了十分钟才走出来 不过他没裹浴巾 走出来坐到席梦司上 陈欢瞅着这家伙一眼 顿时脸颊一红 心想这家伙看起来身子单薄 没想到这线条也很多啊 看来经常锻炼的 顿时陈欢吹干头发 收拾好一切 也上了另外一个床 秦凡瞅着陈欢上了另外一张床 笑着说道 你现在又不睡觉 看电视干嘛还坐那么远呀 说着 秦凡站起身 一脚跨到陈欢的席梦司上 笑着说道 坐在一起看电视才有感觉 啊 陈欢心想又不是两个人干 看电视还找啥感觉 不过秦凡坐到他旁边 他还是很激动的 顿时陈欢抬起身子 往里面挪了一下 秦凡坐到旁边 两个人看综艺节目 这时秦凡说道 感觉只看电视 好像缺点啥 我下楼去买点吃的吧 陈欢一听点头笑道 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吃点啥 咱两个一起去吧 玄机两人出了房间下楼 买了一些吃的回来 两个人又上了床 边吃东西边看电视 看了一会儿之后 陈欢打了一个哈欠说道 小凡我困了 秦凡嗷的一声笑着说道 那你先睡 我在看会再睡 陈欢点点头 便躺下看着秦凡 还坐在旁边 好像没打算走 他心想 这家伙是不是晚上睡他这张床呀 这样一想 他心里还是有些激动呀 其实他很犹豫 既想让秦凡跟他睡觉 但是又怕 这样一想 陈欢有些睡不着了 于是只能干脆装睡 半个小时后 秦凡这才关了电视 瞅着旁边的陈欢已经睡熟 其实他很不想跑到他那张床去 但是又一想睡在这里 他惊醒了陈欢 旋即秦凡下了床 睡到了自己的席梦司上 看了一会儿手机 这才睡觉了 凌晨四点多的时候 秦凡正睡得香 这时候陈欢 再叫他名字 秦凡坐起来 拉开灯 看着陈欢坐起来 于是问道 陈欢 咋不睡了 陈欢看了一眼摇头说道 小凡 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吓醒了 不敢睡了 孕 秦凡一听顿时无语 看着陈欢脸色惨白 满头大汗 心想也不知道他做了啥梦 给吓成了啥样 旋即他下来 坐到陈欢的旁边 擦了擦陈欢额头上的汗安慰道 你放心 有我在你别怕 任何人都不能欺负你 旋即秦凡接着道 要不然 我哄你睡觉吧 陈欢瞅了秦凡 一眼N的一声点点头 再度躺下 秦凡便坐在旁边 一边陪着陈欢 有意无意地聊着 等到陈欢睡下之后 秦凡这才准备回到自己那里 这时候陈欢又睁开眼睛说道 小凡 你要不然就说我旁边吧 我一个人还是害怕 呃 秦凡一听这次没有装逼 也没考虑当即点头答应 旋即躺在陈欢的身旁 秦凡闻了一下 只觉得陈欢一声香气 旋即秦凡笑着说道 要不然我搂着你睡觉吧 这样你睡得踏实 说着 秦凡便搂着陈欢 陈欢也没说啥 只是乖巧地窝在秦凡怀里 片刻之后 陈欢笑着说道 小凡真是谢谢你 秦凡一阵郁闷笑着说道 干啥还这么客气啊 快点睡觉吧 虽然他很想碰一下 但还是忍住了 第二天 秦凡起得很早 醒来的时候 他瞅着陈欢 躺在他怀里 睡得正香 陈欢身子蜷缩之下 秦凡瞅着对方 咽了咽口水 轻轻在陈欢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秦凡这才下了床 去外面买了早餐 等回来的时候 陈欢已经起床了 小凡 你起得真早呀 陈欢笑着说道 秦凡点点头笑着说道 是啊 一般那个点就会醒过来 然后睡不早了 你昨晚睡得咋样 陈欢一听 脸一红点点头笑道 之前不咋样 不过后来睡得很香了 秦凡笑了笑说道 那就好呀 他心想 能不香吗 娘的昨晚他忍了一晚上 一晚上难受 也不知道陈欢是不是也难受呀 秦凡下意识地瞅了一眼对方 这才笑着说道 好了 快点吃饭吧 一会儿凉了 陈欢点点头 很快二人吃了早饭 随后陈一进卫生间画个蛋装 秦凡也跟了进去 秦凡走进卫生间的时候 陈欢正趴在镜子跟前 在画蛋装 陈欢本来后面又大又翘 这样撅着面对着秦凡 更让他有些冲动 毕竟血气方刚的年纪 秦凡瞅着陈欢的后面 看了一眼想摸一把 又抬头看着陈欢 陈欢笑着问道 小凡瞅啥呢 秦凡摇头笑着说道 没瞅啥 就觉得你很漂亮 陈欢一听 转头看着秦凡脸红着说道 你又忽悠我 我哪有那么漂亮呀 啊 秦凡一阵郁闷 笑着说道 漂亮不漂亮 是由别人来肯定的 我说你漂亮 在我心里就肯定漂亮呀 陈欢点点头说道 那倒是呀 自己认为自己长得好看 那就是自恋了 旋即他抬头瞅着秦凡笑道 小凡 你闭上眼睛 我送你一个礼物 秦凡一听郁闷道 送啥礼物 还这么神秘呀 旋即瞅着陈欢一再坚持 秦凡点头说好 这才闭上眼 陈欢脸一红 瞅着这家伙真的闭上眼 顿时凑过去亲了秦凡一下 运 秦凡没有想到陈欢会亲他 睁开眼一瞅对方红着脸 顿时秦凡一阵激动 于是笑着说道 不行 你占我便宜 我得讨回来 说着 秦凡搂着陈欢的腰亲着陈欢 起初陈欢还挣扎了两下 但最后两个人抱在一起 片刻陈欢有些情绪激动 这时候 秦凡这才松开对方 要是再这样亲下去 他担心自己忍不住会折腾了陈欢 再说他现在更多的心思 在那株野山餐上 顿时秦凡笑着说道 好了 抓紧收拾吧 我们赶紧走 陈欢红着脸 哦的一声点点头 瞅着秦凡嘴上的红印 扑斥笑着说道 你今天就这样出去吧 秦凡一听 瞅着镜子灯时一阵无语 急忙拿水洗了一下 这才走出卫生间笑着说道 我等你 好 陈欢点点头 化好淡妆之后 这才出了卫生间 跟着秦凡出了酒店 退了房卡之后 二人上车 秦凡在银行取了一些现金 这才向农夫家里赶去 鸡窝子乡在县城的西北角 距离县城比较远 而且路况很差 幸亏秦凡的车底盘高 秦凡心想 幸亏昨天下午没去 等赶到鸡窝子乡的时候 秦凡这才给农夫打了一个电话 问详细的地址 等到了对方的家里的时候 已经快十一点了 秦凡瞅着家里很破旧 心想这家生活过得也不容易 农夫再度见到秦凡很热情 将他请进家里 聊了一会儿之后 秦凡这才知道 男主人叫寇建峰 之前是个伐木工 之前跟着一帮工友去东北伐木 后来就很凑巧地去了长白山 而这农夫叫范云芳 家里以种田为主 两个人为人都比较淳朴 范云芳踩着凳子 从柜子里拿出来一个盒子 笑着递给秦凡笑着说道 小伙子 看看这东西 是不是上好的野山餐 秦凡一听点点头急忙结果打开 瞅着那株野山餐躺在那里 秦凡顿时一阵激动 对方说的没错 这是一株粗略估计有四五十年的野山餐 秦凡心想 单凭这株野山餐足以让他的修为提升一大截 顿时秦凡笑着说道 没错 这是上好的野山餐 这时候寇建峰点头笑着说道 是啊 小伙子其他的野山餐我还真不敢确定 不过这株我肯定这在长白山都难得一见呀 顿了顿对方接着说道 为了得到这株野山餐 我差点被熊吞了 其实说实话 我之前本来不打算卖这株的 但是一听我老伴说你昨天帮他要回了人参 而且又帮了他这么多 我心想以后卖谁都要卖的 你这年轻人实诚心眼好 还不如提前卖给你 其实秦凡没有想到 昨天随手帮个忙 竟然阴差阳错的能得到这么好的野山餐 秦凡笑着说道 真的太感谢叔叔和阿姨了 农妇范云芳摇摇头笑着说道 其实你不用感谢我们 好人自有好报的 秦凡一听也不知道该说啥 便笑着问道 那叔叔阿姨 你们看这株野山餐多少钱 寇建峰看了一眼老伴 于是笑着说道 小伙子 你看二十万咋样呀 秦凡一听心想 其实按照这株野山餐的品性 二十万肯定少了 而且人家孩子还在手术 要是到时候 真的能救活铁皮士湖培育苗 那到时候 利润肯定就是百万上千万 于是秦凡笑着说道 叔叔阿姨 你们也不容易 我给你们三十万吧 夫妇两个一听 顿时连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其实他们之前商量二十万的时候 还在想 是不是价格要的高了 寇建峰惊讶问道 小伙子 你真的出三十万 这样是不是太多了 感觉对你不公平呀 秦凡笑着点点头说道 叔 这个没啥不公平的 一个愿买 一个愿卖的事情 说着 他让陈欢将包拿过来 从里面取出一打现金说道 我来的时候取了两万 担心你们随时会用 剩下的钱 我现在给你转账过来 玄机秦凡要了银行账号 直接赚了二十八万 这时候 寇建峰的手机短信来了 一打开夫妻两个凑在一起 心情激动地数了 又数二十八万 毕竟他们还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呀 确认好钱数之后 寇建峰将盒子递给秦凡笑着说道 小伙子 这株野山餐 现在就是你的了 秦凡将东西拿过来递给陈欢 又问了孩子的手术状况 当他知道孩子手术顺利的时候 也放下心 跟着夫妻两个聊了一会儿 便跟对方告别 夫妻两个要留秦凡在家吃饭 秦凡也婉拒了 玄机开车出了鸡窝子香 等走出路况不好的乡村路 秦凡一路开得很快 一个多小时后 秦凡便到了卖乡村 将陈欢送到家门口之后 陈欢笑着说道 小凡 以后我在家无聊的时候 能不能找你呀 秦凡心想这姑娘都亲了 还这么腼腆呀 顿时点头笑着说道 肯定可以呀 你要是没啥事的话 可以来我家里 陈欢的一声点头 玄机秦凡 开车到了家门口 将车停好 直接进了家 这时候 翠兰刚做好了饭 翠兰从厨房走出来笑着说道 小凡你回来了呀 秦凡笑着说道 是呀 嫂子 回来了 这时候柳心从客厅走出来 瞅着这家伙说道 也不知道你这两天 风哪里去了 啊 秦凡现在心情很好 瞅着柳心 黑黑一笑说道 去找裴玉苗的解决办法去了 柳心跟翠兰一听 顿时紧张问道 找的咋样了 秦凡点点头 说道找到了 本来柳心还要再问 这时候秦凡说赶紧吃饭 他担心柳心再多问的话 他肯定不能说花福呀 吃饭的时候 秦凡父母又问了一些 秦凡也值得找个其他理由敷衍说一下 吃完饭之后 秦凡给家人 说他睡会儿 让都别打扰他 随后便进了房间 将自己反锁在屋子里 秦凡将野山餐服用了之后 急忙盘腿坐在床上修炼 他不得不承认 这株野山餐 比之前食用的那些效果 都要好得多 现在秦凡 只觉体内五脏六腑 好像有一团火在灼烧 极为难受 身子滚烫 额头上全是寒猪 等下午六点多的时候 秦凡将那体内乱窜的气 归于丹田之处 秦凡嘴角划过一丝微笑 他现在经过大脑一扫 土壤服完全可以化出来 而且 以前比较吃力的中等困难的 捉鬼服 也可以化出来 旋即秦凡缓缓缓地睁开眼 长嘘一口气 这时候他才愕然发现 床上床单已经近湿一大片 晕 秦凡当时无语 而且他发现 全身也是黏乎乎的 顿时秦凡打开门 想去冲个澡 这是翠兰在院子里 在收亮的绿豆 瞅着秦凡笑着说道 你这一觉 睡得可真是长呀 秦凡挠挠头笑着忽悠道 嫂子 这两天没睡好太困了 说着 急忙去了卫生间 冲了一个早走了出来 刚走进房间 秦凡便看到 柳欣站在床跟前 瞅着床上湿的一大片 啊 秦凡一阵尴尬 急忙走过去问道 你咋进来了 柳欣瞅着他 指着床单笑着说道 小凡不会吧 你别告诉我 你现在还尿床吧 我靠 秦凡顿时郁闷 急忙将床单拆下来 看着柳欣说道 你见哪个人这么大了 还尿床呀 柳欣嗷嗷的一声笑着说道 那既然不是尿床 是什么 秦凡一听 点头笑着说道 是我在梦中梦见和你运工 柳欣顿时脸颊一红 瞪着秦凡说道 你就会吹牛逼 给你那么多次机会 也没见你有所行动 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不行 晕 秦凡顿时无语 这可是关乎男人的尊严 每一个男人都希望女人夸他猛 秦凡顿时一阵燥热 直接将柳欣压在床上 这时候柳欣忽然笑着说道 你有本事折腾呀 晕 秦凡瞅着对方的挑衅 顿时摇头笑着说道 你让我怎样我就怎样呀 这不是太没面子了 我才不甘 顿时秦凡从柳欣的身上爬起来 这时候 翠兰在外面 叫他让帮忙 秦凡急忙走了出去 柳欣顿时在心里骂了一句耸货 站了起来 将床单拿出去洗 秦凡帮翠兰将袋子扛到仓库里 回到房间 瞅着湿的床单 已经被柳欣拿了出去 而且换上了新的 秦凡心想 这姑娘真是不错呀 他也不知道 不甘柳欣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旋机秦凡便坐到床上继续修炼 直到吃晚饭时 秦凡这才下了床吃了晚饭 跟着父母看电视的时候 说了一会儿话 便继续回到房间 现在才是关键的一晚上 秦凡将朱砂黄纸和笔墨拿出来 运用灵器 按照脑海中的土壤符开始画 这种符比较难画 不像是施肥符 桌虫符那种简单 直到凌晨五点多的时候 秦凡终于画好了 其中还有两张符画费了 将东西收好 秦凡这才爬到床上休息了一个小时 又起来趁着无人的时候 去了地里 瞅着地里培育苗有大部分叶子都脱落了 秦凡郁闷心疼之际默念法绝 便将符纸埋在地里 又沿着地里转了一圈之后 这才出了地里回了家 吃过早饭之后 秦凡也没补觉 昨天下午修炼之后 他现在感觉不到一丝疲惫 帮着嫂子将仓库里的袋子 扛出来晒好之后 秦凡便去了小学那里 这段时间 他自从忙着铁皮湿糊的事情 对小学也没怎么关注 等到了小学 秦凡瞅着大体的已经差不多 粉刷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工 秦凡给每个人发了一支烟 聊了一会儿之后 又去了村委会 村委会有两个村民 一个外号叫陈麻子 好吃懒做 三十多还没娶媳妇 家里有一个老母亲 吃过早饭之后 陈麻子叫上同村的陈二过来 想问问贫困户补助的事情 陈二这家伙 平时也是好吃懒做 媳妇孩子扔下不管 没想着过好日子 平时吃喝玩乐 有两个钱 还喜欢去镇上找小姐 所以这两个家伙一来找牛大胜 牛大胜并不给好脸色 他没跟这两个人搭话 一直写东西 这样两个人很生气 但是现在是他们有事求村长 所以两个人只能忍着 而牛大胜一瞅秦凡来了 态度顿时变了 笑着说道 小凡 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叔还想着 这两天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呢 秦凡一听笑着说道 叔 昨天下午回来的 牛大胜哦的一声 站起来走到沙发旁 让秦凡坐下笑着说道 铁皮是糊的培育苗仔样了 秦凡点头说道 估计没啥问题 牛大胜一听 顿时放下心来 还没来得及说话 这时候纯麻子冷笑道 还没啥问题 我看都快完蛋了 其实他跟秦凡没啥过节 相反秦凡还曾经派人 给他家拿过野山鸡 之所以想呛秦凡 只因为他刚才看到牛大胜 对他跟秦凡的态度截然不同 而且之前秦凡招工人干活 没要他让他不爽 所以他想呛一口秦凡 秦凡眉头一皱 看了一眼 陈麻子笑着说道 麻子哥 你凭啥说我那培育苗会完蛋呀 陈麻子瞅了秦凡一眼 刺着烟熏大黄牙说道 这还问凭啥 你瞅你地里那些苗子 一个个跟那些老婆娘脸上的褶子 似得没一点精神 我看呀 你这没一点希望了 是啊 我也觉得没希望了 陈二在一旁附和道 这家伙之所以附和 纯粹是极度勤凡 现在事业做得这么大 他想着这家伙年纪这么小 事业却做得这么大 身边一个个美女的 而他现在却一事无成 牛大胜顿时有些生气 瞪着这二人不悦道 你们瞎凑啥热闹 赶紧回去 陈麻子一听 有些不乐意了 瞅着牛大胜说道 村长你说这话 我们就不乐意了 我们虽然混得差 还不许我们说实话了是吧 明明秦凡家里那裴玉苗 再过两天就完蛋了 陈二点头附和 就是呀 还不让穷人说实话了 秦凡本来懒得 跟这两个家伙计较的 但是一听这样说 秦凡顿时瞅着二人笑着说道 既然你这么说 那咱们就打个赌 咱也别一星期了 就两天 要是我那裴玉苗 跟现在一样 没一点起色的话 我给你们一万块钱 相反 要是活过来的话 你们给我一万块钱 陈麻子 一听肯定同意呀 本来铁皮石湖 在这里就种不活 而且 这小子地里 那些培育苗 都长成那样了 别说他秦凡在 牛逼两天 就想让那些缓过来 就是神仙来了 都就不活了 所以他们们赢 一想到有一万块钱 当即陈麻子点头说道 行呀 赌就赌 陈二肯定也同意呀 他心想 要是有一万块钱 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县城干小姐 而且一次可以干两个 好好玩个够 秦凡瞅着这二人点头同意 这才对着牛大圣笑着说道 书 麻烦你做见证 陈麻子一听 看着秦凡摆手说道 不行 口说无凭 咱们必须写个字句 免得你到时候说耍赖 这时候 牛大圣气不打一处来 瞪着陈麻子 两个人正要骂 秦凡点头笑着打断道 成 写一下也无所谓 其实 刚才他没真打算赢这两家伙的钱 不过现在看来 不得不赢了 写好字句 三个人按了手印之后 秦凡说道 行了 你们就放心吧 两天后见书赢 陈麻子两个人 高兴地捧着字条笑着说道 行呀 我们就等着 秦凡你就提前准备好两万块钱吧 说完 二人便走了出去 秦凡瞅着这二人走出去之后 这才无语地摇摇头 这时候 牛大圣看着秦凡问道 小凡 你还真要跟他们赌呀 秦凡点头笑道 书 是呀 随便玩玩 晕 牛大圣摇摇头说道 这可是两万块钱呀 就是随便玩玩 秦凡一听 瞅着牛大圣郁闷道 书 你也不相信 两天里那些培育苗有好转呀 牛大圣抬头看着秦凡摇头说道 别说两天了 书打心眼里 肯定希望你现在那些培育苗好呀 不过要按实际来说 在这两天 培育苗要能好转的话 肯定不大可能呀 啊 秦凡一阵无语 其实他想说一天的 但是一说一天的话 要是到时候 培育苗真的活过来 怕引起大家的怀疑 旋即秦凡笑着忽悠道 书 没事 大不了到时候 书两万块钱就是了 牛大圣点点头说道 那也是 旋即秦凡问了一些村里其他村民 准备盖蔬菜大棚的事情 当他得知 现在有十家左右 已经开始着手 准备盖大棚事宜的时候 其实秦凡还是有些高兴 毕竟让村里人达成一致观念 还不太容易 到时候等这些人收益好的时候 其他人肯定也跟着干 旋即 秦凡跟着牛大圣说了一会儿话之后 他便出了村委会 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第二天秦凡吃过早饭 他刚到了公司 这时候几个员工围上来笑着说道 老板 你跟村里陈麻子和陈二打赌 一万块钱呀 晕 秦凡一听顿时无语问道 你们咋知道的 我们肯定知道呀 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了 都是陈麻子和陈二拿着那张赌条 逢人就说 咱们这村子就这么大 肯定很快就知道了 我日 秦凡也是醉了 他没想到这两个家伙会这么做 不过也无所谓 都知道也好 毕竟有些人认为他之前 种活山竹药 纯属运气 这几天培育苗的事情 村里大多人都开始议论 顿时秦凡走出公司 这时候 瞅着村里有人 站到他家的低头 对着培育苗指指点点 秦凡走了过去没猜错 这些人一副长辈的口吻 对着秦凡说 这些培育苗别说两天有起色 就是活下来都很难 秦凡只是笑了笑没说话 等这群人走后 秦凡便进了地里 瞅着铁皮湿湖还没起色 秦凡心想 这昨天早上埋的土壤符 明天看看效果吧 毕竟土壤符改变土壤 是需要时间的 走出地里 秦凡又去了蔬菜大棚 上次他去镇南省之前 让人种的菜种子 现在一片油绿绿的 秦凡瞅着菜 心里一阵高兴 这时候 县城的陈妍打电话过来 笑着说道 小凡你在干啥里 秦凡笑着说道 在蔬菜大棚地里 啥事呀 陈妍一听笑着说道 刚好 我想问下你那边的蔬菜 能不能再给我一些 用了你的菜之后 生意太好了 我这边都没菜了 其实对于陈妍 饭店生意这么好 秦凡并不意外 所以秦凡点头笑着说道 成呀 我这边给你留一些 陈妍一听很高兴 笑着说道 秦凡 那太好了 到时候见面 我给你奖励 啥奖励呀 秦凡笑了笑说道 你要是太小的奖励 我可不要呀 陈妍脸一红笑道 放心 肯定不是小的奖励 顿了一下 陈妍接着道 对了 我后天过来 派人来拉菜吧 你看成不 行 秦凡点点头 这才挂了电话 瞅着地里的蔬菜 他这才出了 大棚回了家 这里其实已经安排好了 个人分工都明确 他也没啥可操心的 回了家之后 秦凡便在楼顶 开始练习师父战袍男 教他的那套拳法 这几天忙于 培育苗的事情 他还没好好地 研习这套拳法 秦凡自知 拳法看似简单 其实掌握的力度 确实比较难的 要想练到炉火纯青 更是需要 费些时间和心思 不过秦凡并不着急 本身他的内进深厚 外加时间比较多 两个小时后 秦凡收拳下楼 刚回到房间 准备冲个凉 这时候 镇南省的钱林 打电话过来 秦凡接了电话 笑着说道 钱林 你咋突然想起 给我打电话了 钱林点头笑道 是啊 想你了 你不给我打电话 那我只能 给你打电话了 晕 秦凡有些惭愧 摇头说道 自从回来之后 这几天一直都在忙 钱林扑斥一笑说道 你不用解释的 知道你很忙 玄机钱林问了那些 铁皮湿糊的情况 秦凡肯定忽悠说好 聊了一会儿之后 钱林突然告诉秦凡 他想来 这边玩玩 秦凡一听一阵郁闷 他没想到这姑娘回来 顿时笑着说道 好呀 你啥时候来 钱林笑道 你要是让我来我就来 你不想让我去 那我就不来了 晕 秦凡顿时无言 心想这女孩子 是不是都是这么矫情 不过秦凡现在 肯定不能说不让人家来吧 顿时他笑着忽悠道 肯定欢迎你来啊 你到时候过来提前告诉我 我提前安排好事情 行 那就这么定了 钱林笑了笑说道 玄机提醒道 秦凡哥 你还记得你临走的时候 我说的那句话吧 说着钱林便挂了电话 秦凡一阵无语 他肯定记得那句 让他下次见面 折腾他的那句话 挂了电话之后 他开车去了机场 机场现在步入正轨 其实也没啥大事 他隔三差五过来转转 到了机场 将车直接停在机场门外 秦凡走进院里 陈友荣刚收拾完厨房 瞅着秦凡走进来笑着问道 呦 秦厂长咋 今天咋有时间过来了呀 晕 秦凡瞅了陈友荣无语道 嫂子 其他人损我就罢了 你还这样呀 陈友荣永远地瞅了一言说道 肯定的呀 自从你从镇南省回来之后 才上来一次吧 这两天忙的培育苗 应该差不多了吧 说着 陈友荣抬头问道 你吃饭了没 没吃的话 嫂子给你做两个荷包蛋去 秦凡咧嘴一笑 白手说道 不用了 我身体好着 不用补蛋的 陈友荣一听 顿时脸一红 瞅着秦凡说道 臭小子 就没个正形 旋即陈友荣四下瞅着没人 这才低声问道 说实话 这段时间没那个 想我不 想呀 肯定想 秦凡点点头 说着秦凡下意识地瞅着陈友荣的骄傲 这才笑着问道 我这段时间没在 也不知道你要是想我了 怎么办 陈友荣瞪了一眼说道 一年都忍过来 这几天算个啥呀 旋即陈友荣将围裙搭在铁丝上笑道 行了 你赶紧忙吧 耽误你正事 不跟你忽悠了 说着 陈友荣便进了房间 这时候 秦凡跟着走进去 陈友荣瞅着对方问道 你不忙呀 秦凡随手叫门关上 点点头笑着说道 现在要忙着离地了 说着便抱着陈友荣 两个人滚在床上 一件件衣服飞出去 一阵疯狂之后 秦凡这才穿衣服 陈友荣从床上坐起来 瞪着秦凡说道 臭小子 以后白天不能这样了 为啥呀 秦凡走下床 瞅着陈友荣笑着问道 陈友荣脸一红说道 折腾的时候想叫又不敢叫 怕被外面的人听见 秦凡 秦凡刚从房间走出来 正在院子里刷盆子 瞅着秦凡笑着说道 秦厂长回来了 我还在心想车在外面 反人不在 啊 秦凡一阵尴尬 笑着说道 没有 刚有点事 沈子你有啥事呀 李娟心想 这家伙不会在里面干成有容吧 不过转念一想也不可能呀 于是笑着说道 其实也没啥事 就是让你看看那个孵化器 好像出了一点小问题 机场其他人都不太懂 我寻思着你应该对这些懂一些 秦凡一听哦的一声 便跟着黎娟走进孵化室 对方果然说的没错 孵化器是有点问题 不过这属于很基本的毛病 不一会儿秦凡就修好了 黎娟瞅着秦凡修好了 顿时笑着说道 秦厂长 你真是厉害啊 秦凡摆手笑道 没啥 凑巧我也只会这么一点 黎娟瞅了一眼心想 这家伙还挺谦虚的 越看越讨人欢喜 要是他没嫁人 又年轻几岁的话 肯定追这家伙 秦凡瞅着也没啥事了 这才笑着说道 行了 婶子也没啥事了 我先出去了 旋即秦凡走了出去 到了中午快吃饭的时候 孙大柱开车 带着周思瑶从税务局回来 刚吃过午饭 这时候从市里来拉野山记的来了 秦凡也没管去了办公室忙去了 外面有孙大柱跟李大牛在张罗 下午忙完之后 秦凡便开车下了山回了家 吃过晚饭之后 秦凡陪着父母看回电视 便回了房间 拿出朱纱 笔墨和黄纸 秦凡又画了几张生长符 准备明天早上 给铁皮石壶培育苗埋上 等画完之后 已经快十一点了 伸一下懒腰 秦凡将灵符这些东西收拾完 正要睡觉 这时候 柳心在外面敲门 喜欢秦凡故事的 希望大家评论 点赞 订阅 小编才有动力更新精彩故事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按照聚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